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 大家好我是阿翔輝 你要我做介紹一下嗎 本來想說我要介紹你 好不然反正今天呢我們要來講一個就是 最近比較爭議比較大的一個話題 超爭議 真的 就是你知道兩岸關係敏感 所以碰到這個議題其實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超敏感一摸就出來了 情緒就出來了 那像之前華為 主要我們就不避諱啦 就是華為就是碰到這個問題嘛 就是在他們之前 在某一次更新裡面 把原本裡面的地區寫台灣後來寫成 中國台灣 然後這件事情就被鬧大了嘛 然後現在最新的一個發展就是說 NCC他要求所有的廠商針對他們每項產品要推出的時候 要簽個竊節 那這個竊節呢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不能 你不能在你的手機裡面 把台灣或中華民國 台灣這個東西改成任何會對我們這邊有貶損的一個感覺 就是有導向點損詞彙的問題 那其實他沒有明講 其實講的就是中國台灣這個詞啦 那 現在比較爭議的就是說 他現在NCC要求廠商去針對產品做切解 那 我跟你講 到底有沒有這個必要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必要 老實說啦 我覺得這一碼歸一碼 我會覺得NCC管得有點多啦 是嗎 因為其實 這兩件事我覺得如果起因 我只要講了就一碼歸一碼就是 起因還是 我認為起因還是就是 華為這個不然是有意還是無意 就是造成更新黨 出現中國台灣這個詞 不然其實老實講這個是一個 你要說大家好就是各退一步好 就是台灣一直都是放在地區這個地方 各國要其實都大致上就是比較隱晦 我們在手機第一次開機的時候 會選擇的是先選語言 例如中文繁體 然後繁體因為有分地區 所以會有分香港 然後再來分是台灣 那這個背景的時候來講 他現在選擇之後 你選擇中文繁體之後 選擇就變成中國台灣 那老實說 這兩件事嘛 一個是好 大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兩幫都是 那把台灣放列入地區 那這要更新之後變成中國台灣 然後一來就是 呃 就是NCE 台灣這邊民眾看人會不開心 然後NCE也管這件事情 但我個人會覺得 嗯 NCE可能在這部分 管的稍微多一點啦 我個人會覺得 而且 我會覺得如果是規定 規定是這件事情的話 也許就是真的 你看要怎麼做 讓不要過正就好 但是前期結束這件事情 可能也會是 的確對中國廠商的演化 會是一個困擾的問題 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 那 中國 對我們怎樣 我們就 我們只是說 你對我們很嚴格 因為說實在 我們的人去那邊 所謂經商或什麼 我們也是符合當地的法律嘛 那當然 他們對面的人來 那我們互相 跟交流也是 要符合我們這邊的規矩啊 這老實講 我這老實講我同意啦 而且其實我 我也不避諱啦 老實講 這是我之前有做過那個 iPhone的中國台灣事件嘛 老實說中國台灣 他媽的王八蛋 那為什麼要講中國台灣事情 是啊 而且認真說 這是有人說 中國台灣是代表中華民國台灣 或是說以前中國 那我認真說這個我接受嘛 但是 對方不是這樣想 對方是說 中國台灣等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 對啦 重點是 他做這件事情 我可以比帳話嗎 還是不要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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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馬賽克拿很多 但是OK 這就是認真說 我會覺得這是不爽的事情 但是我會 我個人會比較 我個人會持NCC不要 比較不要管這件事情的情況 我會覺得NCC管這東西 說真的 這就是有點像是 你要把政治力干涉到 產品本身的話 或是銷售 甚至我會覺得 我個人會覺得 中國廠牌 畢竟他是中國廠牌手機 他如果他自己 覺得他們要不要中國 台灣沒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 那就給他們標 他們想標什麼就標什麼 那但是 市場會決定嘛 你這樣講的話 我們講到 中國還有最有名的 隔離嘛 他很開心的話 他還可以把 他們老闆的頭像 印在他的開機畫面上面 消費者能不能接受 是消費者的問題 那讓市場去決定這個事情 那我個人會比較反對 NCC的事情 我只是覺得 中國是對台灣這樣子 感覺不好 但是我覺得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降我們自己隔掉 台灣 台灣是個自由民主國家 沒有必要做跟中國一樣下山坦的事情 沒有錯啦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兩種 我覺得兩種角度 其實我都還算可以接受 就是說 一個角度是說 我以牙還牙以言還言 就是你怎麼對我 我怎麼對你啦 但是 反過頭來講 我也會覺得說 NCC其實 就像你說了 他不用去真的去逼一個廠商 尤其是 立場跟有不同的廠商 去簽那個字 我後來會覺得一個問題 如果要簽 切結束這事情 會不會本來是想 因為我個人想想說 其實 大部分老實講 你有進台灣的廠牌 大家 大家說真的 做生意重點就要賺錢 以前都香港無事 對 那如果說NCC是不是說 假設我今天兩件事好 一個是 你就是 我不要明著講 或叫我切結束 你如果就是你今天 你今天的國民地區寫的問題 我就不讓你過嘛 那我不讓你上市 但是現在如果叫廠商簽 切結束 是不是就是 有點像是說 如果我這樣想 會不會中國那邊的 官方就會覺得 你好像 我今天這個廠商簽了切結束 等同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很像賣生氣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 是不是對廠商的演話 他們變成說 兩件事情 也許軟體要 不寫中國台灣是一件事情 但是 要叫他們簽 不能出現中國台灣 又是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不叫他簽的話 他其實有的時候 一些政治上 或者是商業上面的斡旋 他可能可以 找個時間用一個什麼手法 去把這件事情去把它處理掉 但是你要他白紙可以是簽那個東西 變成有點硬碰硬的感覺 對 我覺得其實包括之前你說 列成 就是 就是列 不要說列 你也不能說叫做列成台灣國 中華民國這樣事情 但是 你之前把台灣放在地區 也許就是兩邊都是一個妥協的做法 對 大家說 比較可以接受 你沒有寫 第一個 他不是寫中華民國 但是他也沒有把台灣列出來 直接列到國家 那這個也許就是 這個就是 你真的一邊各 一邊各退 不是說各退一步 兩邊都很接受 能接受的說法 折中的說法 對 只是說卡在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這樣犧牲掉 都不能進中國的手 如果因為這樣子之後 台灣都不進中國的手機 這真是一個好的情況嗎 我覺得 有點微妙 其實我覺得 對消費者來說 就少一個選擇 當然也有些人說 我不買中國手機我沒差 就是我還有什麼其他的 我韓國啊 我有很多什麼日本的品牌 或者甚至我們台灣本土的品牌 也可以選擇 但是 就是 有人會買 而且說實在 真的要買還是買得到啦 其實這樣兩件事嘛 如果真的 假設真的不買不到 那怎麼辦 其實最接近的做法 我覺得就是買港版 因為港版基本上就是 國際版 然後有Google Service的 的手機 對啦 那這還是一個方法 但是就是以消費者的話 還是比較 第一個還是比較麻煩 可能再來價格可能比較高 再來就是保固部分會受到影響 因為畢竟可能 是不是因為 因此中國廠牌的手機 就會退出台灣市場 有可能 而且 事實上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購買的門檻會變高啦 就是說我變成 我要譬如說上網去找 適合的管道去買啊什麼的 不是 很多人可能他就是習慣走到店裡面去說 我要這台手機了 那 通過這個方法就 可能就買不太到 對這個 我覺得是有點 就是有點騎傷拳拔 智商的感覺 自己知道自己的感覺 對啦 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當然不會說什麼科 科技歸科技 什麼科技歸科技 什麼手機歸手機 政治歸政治 這很多事情其實是相輔相省的關係 但是 就是說用這個 做事情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你要人家去牽這個東西 當然也不可否認 人家就是這麼對我們的 說實在 人家就是這麼對我們的 但是反過來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對他們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做 是不是有沒有 很好 但是 我們當然也要有效的去保護我們的 自己的 格調 因為其實潘胖這樣講就是 其實的確也是 台灣產品到中國 你就是不能打 你就是要打中國台灣 你不能打 台灣 甚至很多 我們大概知道的歌手 被強迫要把這個表態嘛 你不是這樣做 你就不能在那邊生存 那只是說這個狀況變成反過來 你就知道台灣是不是這樣要求 一個可能是 你要就是 總是你也不要自己貶低自己 但是又 我會覺得這個做法不是很漂亮 反正我覺得這個核心的概念 這個做法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國殼 保護國殼 那今天保護國殼的做法 是不是要做到這個程度 或者是說 其實說實在的我們就是公事公辦 你 這樣寫 我就不讓你上市 我就不讓你賣 你上了我就把你下掉 所有的行銷不准做 你投的錢全部 全部放水流 我覺得這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 算是很合理沒有爭議的做法 那你要人家去簽那個 說這個動作我覺得有點刻意啊 但是看得爽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如果說跳脫這個爽的這個情緒來看的話 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更好 更 更國際 應該說更正式的感覺的一個做法 因為如果以規定來講 當然中國就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還是覺得你要規定就規定不完 因為手機這件事情嘛 那我自己之前反應過了 我如果認真說中國台灣這種事情 我看得很不爽 是很多地方你間地區的利物網站 它上面寫中國台灣嘛 那你這個要不要管呢 但是好像也沒辦法 難道像中國一樣說你寫中國台灣的網站 是嘛 就直接把我槍擋掉不讓你上網 這東西無線上綱嘛 就比如說 那假設今天譬如說以前航空公司 它如果寫中國台灣 那是怎樣 不能降落 不能降落 不可以降落這樣子 那這樣怎麼弄呢 本來的意思啦 其實我覺得本來的意思是說 像我 因為這東西其實很難切得乾淨 以我的立場 我有時候跟朋友聊就是說 我覺得NC管太多這件事情 你是單純說如果他今天 舉例來說 這些廠牌他要寫中國台灣 那很簡單嘛 你今天民眾大家自己 自己看著翻 你就是聚買 你就是不要 你真的看不過去 你就不要購買這個手機 那這是一個最難的做法 那只是以規定層級來講 又是一個問題 那再來講是NCC這個角色的定位 到底是不是有必要講這件事情 那目前我是覺得 好像也是他們應該要管的啦 但是 我總是覺得好像 這東西 應該有更成熟一點的做法啦 這感覺有點 說白一點就是有點幼稚 你知道 就是好像 就是 我硬是要跟你簽一個什麼東西 這樣子 要你拒絕 拒絕一個聲明這樣子 明明就有其他的手段 因為如果真的要規定的話 我覺得要規定 我個人可以建議NCC可以規定更多 例如螢幕不能寫屏幕 藍牙不能有草字旁 那語言嗎 語言用法也是 很多用詞嘛 很多用詞其實看的也是很 很敢用啊 影片就是影片 不是視頻 不是視頻 對 你不要講什麼視頻 選單就選單 不是菜單 就是 嘻哈就嘻哈 不要想說唱 這個有點質疑 對嘛 但是 我覺得這就是 你真的規定規定不完啦 因為這個包括你用詞 用法 例如你今天在台灣講話 你就是 應該用台灣的 接受用法 但是這個東西真的是 好像規定不完啦 那你今天像 真的像中國一樣 你什麼東西 一言不合就不讓你上網 Facebook不讓你管 Gmail不讓你管 就不讓他上網 好像不太對 是啊 就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最後會 會怎麼去走 會怎麼發展 我剛好想要一個解法啊 我覺得各的廠商可以很聰明 我們既然要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以後不要寫 如果真的不能只寫台灣 不然就寫中國台 中華台北好了 中華台北 不能接受 但是 但你要說 你要說和 和NCC的所謂 它的切解的規範 其實是和的喔 因為是 澳委會就是這樣子處理嘛 對 但是問題是 但問題是 我也是覺得是降國格啦 而且 中國好像是也不能 換是換中國不能接受吧 但其實問題是 現在是問題就是說 廠商夾在中間 因為說實在 我相信對大多數的廠商來講的話 他是希望 兩邊錢都賺 在上沿上他希望兩邊錢都賺 那他 但是他又 又不想要 在自己的國內 出事情 所以他 他以前想出台灣這個解法 那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冒出一個 中國台北 中國台灣這件事情 好 那 搞了 那我們現在逼他 那他夾在中間 他會 他會搞得很難做的 你知道 好 如果以 我技術人 那我想 我想有個技術方法 其實我們覺得 選國家這件事情 以後就選語言 地區就用語言 地區就讓GPS自動定位 然後 現在問題是 因為它有兩個件事情嘛 有一個我覺得太多的是 因為另外就是在 手機部分的 手機部分它 其實現在華為是兩個事情 一個開機選擇 再來就是一個是來電顯示的部分 來電顯示部分就做詳細一點 就是顯示到 城市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啊 因為舉例來說 可能中國比較大 所以它會顯示什麼3C 3C什麼的 OK 那台灣其實應該要顯示到 區域才有問題 而且我覺得 就裝護士扣就好啦 是啊 是啊 其實有 其實已經有現成的服務可以嫁劫了 對 那只是就是這個用詞啦 那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就 這其實就很尷尬 因為技術的確沒有辦法跟政治 因為這個東西回到 回到根本來是用詞 就是用詞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是 其實這個東西絕對不是什麼 科技歸科技政治問題 因為 這個事情就是科技加政治 好 核在一起 它是跟我們日常期相關的啦 所以 這個東西真的是難解啦 我覺得其實到最後 有可能會不了了之啦 說實在 嗯 不過短時間 可能看起來好像也會長 多短 長 大概到明年一月 一月中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川普跟中國問題比我們還大 是啊 是啊 因為其實 其實有人有說什麼工信部 工信部搞這個 其實我倒是有的時候是覺得是 很多人他可能是傳謀上意啦 就是一個 末端的工程師他傳謀上意 或是沒有改到這件事情 因為到底是不是 規定有沒有 有到規定說 廠商一定不能實寫台灣 他們也要 也被強迫要寫中國台灣 這 這也是另外一個 但是工信部也不可能 中國官方也不可能跳出來說 沒有沒有 這件事情不是我們做 因為他們 這對他們來講 他不可能去否認這件事情 他否認等於承認 我們 承認他不想承認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他們 他一定沒有做這件事情啦 也沒有警察會犯法的啦 都沒有 也沒有警察會打報名的啦 都沒有啦 黃成之內 對 一片祥和啦 好不好 香港 都沒有警察打人啦 都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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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我們最 最 你今天會黃標啊 反正最近數據沒有差了 對不對 我們 沒差了啦 好 好 那 簡單跟大家聊一下 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討論 基本上 我們只是 稍微 聊一下 也沒什麼結論 那大家對於這件事情 其實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來 討論一下 這件事情到底你認為 NCC有理 還是NCC做得太超過 這件事情 最後會怎麼解決 都在下面留言喔 好 我劉胖胖我們下次見 他是廖輝 記得訂閱他的 頻道 然後也幫忙 多點幾下我影片 最近 初期真的是 太爛了 我每天都訂閱你 我每天都訂閱你很多次 那 訂閱 偶數次就好 如果本來有訂閱的話 我待會要不然按個五次 可以不要 好 謝謝 拜拜 慢燈 今晚 祝你 多點 支持你 我我